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念佛 听经是为自己 有原地众生遇到了 我们一定帮助 帮助他什么 劝他念佛 劝他听经 现在这个世代 最好的礼物 就是送念佛机给他 送波金机给他 我们无量寿金 这一波金 一个小机器 他可以听经 他可以念佛 这是 一切礼物当中 最珍贵的 告诉他 有原人 我真干 我现在在干 希望你也干 家禽眷属 相亲相爱 一定要告诉他 我们读到极乐世界去 才能永远在一起 在这个世界 不行 人死了 过人到过地方就投胎了 再也 遇不到了 纵然遇到也不认识 到极乐世界好啊 到极乐世界永远在一起啊 不但跟现在亲人永远在一起 跟过去生生世世的亲人 都可以在一起 这是事实 这不是妄想 这是真的 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心了 就是法身菩萨了 法身菩萨的天眼 能观变法界续空间 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 法身菩萨的虚命通 无时接一来 到现在 他统统知道 深深世世 没有不明了的 智慧 神通道理 统统掀起 才能够 无障碍的 自由自在的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自己的身体 在极乐世界 没离开 可以同时 分身 无量无边 到一切祝福 叉徒里面去 拜佛 供养 修福 听经文法 修会 复会 上修 没有中断 这么好的地方 现在这个机会 遇到了 你要不把这个机会 抓到 你会后悔 那个时候后悔 吃了 来不及了 你要真有聪明 真有智慧 马上把它抓到 决定不放松 我常讲的 分秒必须 一分一秒的时间 不能让它困困 分分秒秒 都是阿弥陀佛 这就要对了 这就要对了 感谢观看